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香港的畫面 香港很多的團體 他們辭中華民國的國旗 要求中國立即釋放孫伯二 孫伯二是誰呢 孫伯二是中國泛男聯盟的召集人 他抗議中共打壓 我在想不 就是中華民歡迎泛男的 連前宋昌如都很歡迎 中華民還在打壓中國泛男聯盟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台灣企業這些泛男 對中國北京來說 這是叫做歸順的 歸順 歸順 歸順的 在中國來報的 你當專政下來 你跟他做一個泛男聯盟 奇怪 你想頭髮不在地的那種 哪有可能 所以這兩個同樣叫拿 骨頭裡面不一樣 所以就有差別 即使中國泛男聯盟 即使說 走到台灣去 既然再反營 我們也可以進行民主化 沒有 我覺得中國泛男聯盟 其實我們要給他掌聲 也給他鼓勵 這些人真的是 想拚民主 而且在中國的這種一黨專制 中國的憲法是規定 這個憲法是 以服務共產黨優先 以共產黨一黨專制為優先的這個憲法 黨大於憲法 你知道嗎 全世界各領黨這個國家是 一個政黨它高於憲法 這個國家是由這個共產黨來組成 同時它也控制一切 所以你再想看看 這個所謂一黨專制裡面 它也有中國國民黨 但是這個中國國民黨 當連戰回去的時候 大陸媒體其實有訪問 中國國民黨的那個改革委員會 但是那些人一句話也不敢講 一句話也不敢講 這個就是剛剛國東大哥講的 歸順的藍 歸順的藍 其實對他來講 反正你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小子 你一定聽我的 你也不敢對我怎麼樣 然而 這些真的想要推動 中國民主化的這些泛男聯盟 他們是真的想要點燃民主火種 他們是有可能讓中國的統治權 受到搖汗 所以對於來共 當然要打這個內部 問題是可憐的是這些人 這些人照國民黨的黨章 我們今天一天討論 他就是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然而到現在為止 你有看到所謂的台灣的 中國國民黨的任何一個幹部 為這些在中國相信三民主義 而且反對共產制度 願意為國民黨的精神黨員的 這些中國泛男聯盟 請國民黨替他講一句話嗎 沒有 反而是民進黨一直開記者會 呼籲全世界要注意 中國泛男聯盟的孫伯二 被抓的事實 好 我們一一來細數 請大家歸納一下 這個馬英九當黨主席說 我們要選一個青年的副主席 希望尋什麼 胡錦濤模式 出一個共青團的胡錦濤 再來 你主席在台北幾乎 我們不可以押國旗 再來 他說我是台灣人 可是也是什麼 中國人 再來 他中國國民黨 黨名不能改成台灣國民黨 再來 還有一個叫什麼 國共論壇 現在又說什麼 對中國我們不衝撞 我在想說 為什麼對中國那麼好 對中國那麼乖 那麼馴服 那麼聽話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蔣耀博先說一句話 郭民黨現在台面上的人物 當初國民黨送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沒有把民主觀念帶回來 這句話其實是很客氣的 其實說國民黨 你拿國民黨的錢去七十七 你是在那裡幹什麼 是 在那裡幹什麼 我們台灣的立法性啊 簡單就是這樣 對不對 剛才文教學說一九百空年 我們一九百六年這輩 像尤雲龍 這就是過百風 我們開城市也是說 別以後 拿法子之後 沒有要留在美國 就是要回來台灣參加 獨立建國的工作 你去問我們這輩子 大家就是這樣說 百六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在那裡控制台灣 台灣才會生啊 所以說他們怎麼可能 從民主觀念帶回來 他不可能吸收民主觀念 他是排斥民主觀念 他是排斥民主觀念 他就排斥民主觀念